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有一阵子没更新了 本来我准备最近给自己放个假 但是我发现不更视频的时间里 我的内心真的非常空虚 所以我又回来了 这期视频就是一期喜闻乐见的一周穿搭 那今天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得到 我是来干嘛的 看一下我在一个体育馆里 等会我就去看CBA浙江队的总决赛 但是在这之前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那今天的穿搭很简单 我把它定义为工装Clean Fit 全身都是一些工装的元素 上衣是Function的一件黑色工装夹克 然后内搭了一件白T 因为黑白配有点太简单了 所以我又鞋跨了一个格里高丽 跟Usage联名的鞋跨包 裤子是我穿了好多年的 Usage的一条工装裤 鞋子也是之前介绍过的阿迪达斯三叶草的三把 最后帽子就同样是这个我非常常戴的四期的棒球帽 时间不早了 看比赛选 我来晚了所以没有我的座位了 但其实我拿的媒体证 所以我能够设计非常非常好 我来给我们的兄弟们 比较转向我们的15名 P's的 现场看球的感觉 真的是跟在电视上看 完全无法比拟的 但怎么说呢 看着浙江连丢两个主场 心里还真难受了 但不得不说 辽宁的球迷是真的热情 直接把浙江主场 给他们的主场 至于我们浙江的球迷嘛 就 又来上海 老实说我来上海这么多次 每次来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就是老鼠洞 考虑到老鼠洞的环境比较恶劣 所以我出门前就把今天的穿搭先给拍了 那今天全身的衣服其实都是之前视频里面分享过的 上衣来自KaoLine的一件K2B夹克 然后这件夹克在外出坐火车的时候很方便 这边的小口袋可以放AirPods 然后胸前的两个口袋可以放什么身份证啊 一些杂物之类的证件 裤子的话也是之前分享过的Function的浅水洗牛仔裤 鞋子就是前不久刚分享过的Martin 1461 Mono 最后因为内搭选择了棕色的大地色系 所以其他的配件我也都选择了类似的颜色 帽子Abozo的余服帽同样也是棕色的 然后是一个棕色的托德包 也是我最近的最爱 那关于这个包的详细介绍 很快我就会出视频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开门 开门 这么拨呢 你瞧吧 手都敲疼了 没带钥匙啊 你要模仿凯德敲门的声音 哎呦 这么你一敲就开了 你看 用模仿凯德敲门的声音 不是有打电话吧 鞋子 你不知道门口没信号吗 踩呀 吃个 哎呦 这边也太脏了 看一下今天简陋的午餐 小馄饨 配上上海炸猪排 真艰苦 没钱呀 兄弟 我来都舍不得打车 我都是那个骑小牛 转二号线 转四号线 转高铁 转二号线 转十四号线 再转十一路过来的 累死我了 脖子真有钱啊 机场女明星同款 这什么 雅迪啊 雅迪看到这个视频 能不能赞助我一个 我也想要一个这种 男明星同款的 网络乞丐了 失明讨药 失明乞讨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无话可说 我是麻料 我下来吧 两老婆 一早上出门 两期播客录完 天都黑了 但是我现在要赶火车去了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末班车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需要赶上海 虹桥火车站的火车的话 给大家推荐一个 非常好的地铁路线 先坐地铁二号线 不要到虹桥火车站 但是到虹桥二号航站楼下车 出站之后 直接找到一个支大梯 然后点三楼 到三楼之后 你就会看到一个火车的牌子 然后你就顺着这个方向 就是我现在走的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 这边也会一直有这个火车的 这么一个标识 走到头就是火车进站口了 而且这个进站口人非常少 所以可以非常快地进去 赶车的话 一定要记住我这一条路线 昨天刚从上海回来 结果今天有上海的朋友 来杭州找我玩 顺应上海人的生活方式 午饭还没吃 先来喝咖啡了 这是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吗 狗 空镜是吧 早上我还摆拍了 迟天明春还摆拍了 摆拍了 摆拍了 就是先从屁股里面摆拍过来 没有喂起来 没有喂起来 茄子猪肝半圈 因为今天的行程在户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穿的好像是一个 要去越野跑一样的人 整体的穿衣风格 全部都是围绕户外这个主题 上衣是一件 Anwander的这种薄款的外套 这衣服非常薄 我刚买的时候觉得超级鸡肋 但现在发现 春夏季节交替穿的时候 是很合适 然后里面是内搭了一件 AMB的白T 也是这种篮球运动主题的 裤子也是来自户外品牌 Grammich跟Do聯名的一条 这种防坡件的黑色短裤 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SALOMON的XT6 也这两年可以说是最火的户外鞋之一了 然后其他的配件方面 我也同样都是搭配的比较户外一点 像帽子是Jackson Mattis的 然后跨包也是之前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Patagonia的跨包 基本上全身都是户外品牌 然后材质也都是这种轻薄的尼龙材质 在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穿 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也非常适合运动穿着 有车 下午我们相约绕西湖一圈 下午我们相约绕西湖一圈 很游客的行进 很游客的行程 顺趣 蛮动态的 有一说一 朋友们来杭州西湖 我感觉我最推荐 还是骑车 走路太累 坐车太累 还是骑车比较chill chill chill 回我们岛上了 现在是下午1点钟 这个岛上 真的是空的不行 左方呀 鱼左方 温州特色猪脏粉 一定要加一点咸菜 那这一趟回家 是因为我又又又有同学结婚了 又要送分子钱去了 好像我每次回温州 回我们岛上 都是这个原因 在这之前 先看一下今天的穿搭吧 今天的穿搭非常简单 因为是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嘛 我不想穿得太过于喧兵夺主了 还记得上次参加我表弟婚礼的时候 我是顶着一头长发去的 然后所有人都在问我是谁 没有人关心新郎 这样子就不好了 那今天温州的天气其实是非常热的 只要穿一件短袖就够了 我里面穿的是一件 Function的字母T 但是考虑到酒店里面 开空调可能会有点冷 所以我又带了一件长袖衬衫 Caroline的 是我前两天在海鲜市场淘的 200块钱 比优衣裤还便宜 然后裤子的话 是之前介绍过的Mizutoki 非常轻薄跟凉快 鞋子也是介绍过的Vomero 5 最后今天非常罕见 我没有戴帽子 因为参加婚礼嘛 我想要整体的造型比较清爽一点 但是因为我这个头发 可能有十几天没剪了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长了 抓出来效果 感觉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婚礼晚上才开始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我朋友那边玩一下 但是我没有车 不过幸好 我们岛上竟然有 共享电瓶车 我朋友的话 是在我们岛上开了一家咖啡店 算是我们岛上为数不多 比较有情调的这个地方 他电话拍的 喂 要坐后面吧 干嘛 我们拍视频 当代企业家送咖啡 开宝马送咖啡 是吧 现在送外卖都要开宝马了 要求这么高的吗 太不容易了 好了 新郎官临时让我们带新娘去那个酒店里面 这个咖啡店的Room Tour 看来是拍不成了 我们直接去酒店里面看一下 这个温州的这个酒席 都吃哪些好吃的吧 干虾配腰果 鰻鱼干 姜蟹生 鸭舌 这是什么 算不重要 不重要 这个这个白斩鸡配樱桃 然后刺身 还有特色 糖代表了这个甜甜蜜蜜 当然还有这个茅台不能少 代表了盘面 是不是特别在那时候 前段时间得获了一部电影 直到永远 请问 你 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参考帝王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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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特成 鸥干果粒 燕窝汤圆 葱油大黄鱼 这个曲名几个 富贵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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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海参 海参 红包加中华 牛肉 扇贝肉 终于来了个清淡的 山药 我没用我没喝 我没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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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管齐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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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钱给钱 给钱都转过去了 哪里是空包 这个椅啊 这个椅啊 本来今天主要的行程 应该是要出出外拍 拍一些图文 这也是我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但是因为外面下雨了 所以就回到我的工作室 或者是处理一些播客 一些上面的琐事吧 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最近的天气很奇怪哦 反复在夏天跟春天之间徘徊 前两天穿外套还觉得有点冷 今天还没穿短袖 我都觉得热 我已经开了冷空调了 因为比较热 所以今天我其实穿的也比较简单 上衣是波叔做的一件T恤 我觉得这个图案非常有意思 大家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但是它的上面是做了一些蜡染的效果 就看起来有点像那种发霉了的感觉 我妈应该是不太喜欢这个蜡染的效果 然后裤子的话是很久之前买了一条Beams的军裤 因为我觉得上半身比较简单 这条军裤上面的口袋就会有一些小设计 鞋子也是之前介绍过的ParaBoot 但是因为夏天的穿搭真的是非常无聊 所以我又加了点配饰 像手表呀手链呀丰富多彩的这个帽子 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最近刚买的一个托特包 我觉得配饰真的是夏天穿搭的重中之重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看一期这种配饰和几类的视频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弹部上扣个1 那么今天接下来都在工作室不出门了 我觉得就这样结束我的一周穿搭Vlog会有点无聊 但其实我最近收到了蛮多朋友送来的礼物的 我觉得接下来也许可以做一个随意一点的礼物开箱 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一直摆在后面的这个木盒子 这个木盒子里面其实是一个杯子 就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玻璃杯上面写着Bear Man 这个是Usage送的一个杯子 我觉得上面的这个图案非常复古也非常好看 拿来装啤酒或者装饮料 应该也会更加的好喝 然后第二件我已经摆在这边了 这个是一个Amy Leandor的黑胶唱片店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喜哥他去英国然后给我带回来的礼物 除了这个他还给我带了一个ALD的帽子 我觉得喜哥真的很懂我 因为像这种千鸟格这种拼接图案 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元素 像我现在头上戴的就是一个这种拼接的帽子 太喜欢了感谢喜哥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New Era跟Wildragon联名的一个礼盒 里面是一个我已经把它拿出来了 就在我背后 是一个这个龙的一个形象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联名的这个余夫帽 这我就不拿出来了 我然后还有一个大家伙聚众 这个礼盒未免搞得有点过于豪华 打开然后里面其实是一双三叶草 跟Force联名的一个鞋子 这个是Force的朋友送的 然后除了鞋以外他们还送了我一个这种箱座 上面是一个他们这是联名的鞋子 然后把这个香精滴上去 就可以当做一个扩箱来使用 这个我觉得我比鞋子要更加喜欢 然后是这个 这个是IT的朋友送的 它是一个这种安全气囊的包装 然后里面是帽子跟一个袜子 但貌似这个东西拆开之后 就不能还原了我们还是拆了吧 里面就是这样一个黑帽子 然后上面写了一句话 This is a work of art 然后就是两双袜子上面写了 易碎物品小心轻放 拆开之后这个东西就没用了 概念很有趣 但我还是觉得有点浪费 那么这期视频差不多就这边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忘记 帮我多多的点赞还有评论 因为这真的是我现在更新的最大动力了 对 我是沙拉宝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什么叫他们的飞来横货 我这个树上有个鸟拉了泡屎 他掉我手上了 我